今天央视财经融媒体活动百年百成 走进山东省青岛市 青岛市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 近几年在传统优势的基础上 青岛市把城市更新和科技创新 作为提升幸福感和综合实力的有力抓手 来促进发展 新动能新青岛带给你不同的新体验 上街里银鱼巷 是紧邻青岛火车站的一条小街 这里闹钟取静 是老青岛们最熟悉的青岛味道 如今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 让这条百年老街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力 成为年轻创业者的集聚地 这种历史的沉淀让我感觉 我们想要推广的这种新式的茶饮的文化 应该就在这个空间里是最适合的 经过两年多的修缮和半年多的试运营 上街里银鱼巷已经出具规模 最热闹的时候 客流量每日达到15000人 青岛还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把科技创新作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 青岛焦州湾隧道全长7800米 是目前国内最长海底公路隧道 在多项技术创新和运用上 都创造了世界海底隧道施工史上的先例 如今江州湾第二隧道也已经开工建设 这是世界隧道工程领域的又一个超级工程 第二条海底隧道我们将比第一条更长 我们穿越的断裂带的规模要比第一条大得多 而这种规模即使在世界隧道建设室上 海洋是青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作为海洋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鱼业生产也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不断升级 2022年4月 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鱼业大型养殖工船将交付运营 一艘养殖工船占海面积19亩 预计一年产于3200吨 相当于茶干湖一年的捕捞量 我们计划在未来的十年内 要造30到50艘工船 形成500万吨规模的深远海的养殖船队 年产还属于30万吨 产值要达到150亿